29加11加7 18岁新星横扫CBA 篮板王 盖帽王 双料加冕 超越周期王哲林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北京时间12月17日 CBA常规赛的第二阶段比赛 正在激烈的进行中 随着赛程的深入 球队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打出了更高水平的比赛 本赛季CBA联赛的水平非常高 出现了很多年轻球员的崛起 这对于CBA联赛的发展 和中国篮球的未来 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因此我们都高度关注 本赛季年轻球员的表现 事实上在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 联盟中一些新秀的数据 表现出色 然而由于赛季刚刚开始 很多数据还没有参考价值 很多球员的状态也没有调整好 因此整体的数据 可参考价值比较低 但随着赛程的深入 目前第二阶段的比赛 已经进行了一段阶段 目前的联赛数据榜单 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许多明星球员陆续回归 并恢复了状态 在球队共同努力的情况下 领先的球员的数据 将凸显出其实力 到目前为止 常规赛已经进行了11轮 17轮 一些实力突出的球员 在数据榜单上遥遥领先 尽管通常被外援占据的 得分 篮板 助攻 抢断和盖帽等五项数据的榜首 但在本赛季 我们看到了令人惊喜的变化 本土球员占据其中三项 第一的位置 其中有一位本土球员 在两项数据上 遥遥领先全联盟 他在本轮比赛中 还贡献了29分 11篮板 7助攻的数据 他就是杨汉森 杨汉森是今年首次 参加CBE联赛的球员 年仅18岁 他的场均 16.8分 12.9篮板 4.2助攻 2.9盖帽 在篮板和盖帽榜上名列前茅 成为联盟的篮板王和盖帽王 他不仅胜过周琪 王哲林等国内本土篮板举手 还超越了CBE的外援球员 这充分证明了 这位18岁天才中分的统治力 作为一名年轻球员 杨汉森在新秀赛季 就场均贡献两双的数据 最重要的是 他在得分和篮板之外 助攻和分盖的表现 同样也很出色 这样全面的大中分 确实具备着无限的潜力 并吸引着NBA球探的高度关注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杨汉森会登上NBA的舞台 有机会成为中国篮球的救世主 引领中国篮球重回巅峰 这无疑是每一位中国篮球人期待的 对此呢 大家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里 多多发表你的看法 字幕志愿者 杨汉森会登上NB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